这是晋维公崇尔他爹晋献公 更是晋国的头号猛奈 因为羡慕岳父齐桓公称霸诸侯 他便灭掉17个国家 降伏38个 因为看到公族威胁自己的地位 他便大杀特杀 把所有的堂兄弟 乃至亲兄弟全部杀光 这日猛奈晋献公攻打黎荣 黎荣国君招架不住 只得献出两个女儿黎姬和少姬 给晋献公当压斩夫人 晋献公当晚就收了二女 自日就拔营而去 当晋献公得意洋洋的时候 断然不会想到 他所收的女子黎姬 即将掀起惊涛海浪 而他和自己的王国 也将被玩弄于鼓掌之间 黎姬和妹妹少姬 都是国色天象 这么说吧 庄州的庄子艺书中 有过这样的描述 人之所美也 鱼见之深入 鸟见之高飞 麋鹿见之绝咒 我们现在所说的 沉鱼落雁之美 就是这个黎姬 十四五岁的黎姬 正处在对未来充满幻想的年龄 却突然被一个糟老头子 打破了幻想 改变了命运 愤懑和不甘分塌而来 可靖国士兵 虎狼般的眼神 让他感到吃惊 靖国大夫们愤怒的目光 让他感到害怕 很快他就明白了一个现实 如果不抱紧 靖献公这棵大树 他就要被撕碎了 于是千娇百媚的他 使出浑身解数 努力博取靖献公的欢心 不久以后 还给他生下了儿子西齐 功夫不负有心人 随着靖献公对其他夫人 渐渐的心生厌倦 慢慢的把越来越多的宠爱 都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 也至于到了一日不见 就柔隔三丘的地步 可对于黎姬来说 危机也随之而来 大靠山靖献公日渐苍老 而他却有六个健壮的儿子 太子的名分又早已确定 一旦这个糟老头子驾鹤西去 他孤儿寡母何以自处 昔日亡国灭种时 那种灾难降临 所带来的痛彻心扉的感觉 他是再也不愿意体会了 他明白自己必须得争 于是一个三步走的邪恶计划 开始在他的脑海里酝酿而成 而他也通过实施这个计划 从一个单纯的美貌少女 一步步修炼成 令人生畏的一带妖姬 一个亡国灭种的美少女 是如何凭借异己之力 把仇敌的国家搅得天翻地覆的 他又具体都做了什么 黎姬走的第一步路 就是让自己上位 为此他成天在靖献公面前卖弄眼泪 时不时的制造点伤感 哀求靖献公照顾他们母子 纵然靖献公是贴血硬汉 也经受不住美人眼泪的浸泡 日子久了 不过群臣反对 执意将他封为正夫人 相当于王后 他成了王后 他的儿子西齐也就成了嫡子 因此也具备了继承军位的资格 可是太子身生名分早定 又战功赫赫威望颇高 如何才能把他扳倒 就成了离姬的第二步走 为此他先是贿赂靖献公身边的两个男宠梁武和东关毕武 让他们对靖献公说 曲卧是君王的宗义 蒲蒂和二驱是君王的边疆 不可以没有强大的地方官 宗义缺乏有力的主管 百姓就不会畏惧 边疆没有有力的主管 就会勾引荣敌侵犯的念头 百姓就会轻蚀政令 这是国家的祸患 如果让太子主管曲卧 又让崇尔一吴主管蒲蒂和二驱 就可以使百姓畏惧荣敌害怕 而且还可以表彰君王的功绩 靖献公一听非常高兴 没想到你一个妇人是靖国的社稷 是个寡人对你的宠爱 就把最贤明的三个儿子 分别派到了边境驻守 后来离姬又如法炮制 把靖献公八个儿子中的六个 都派去了镇守边境 而都城只留下了他的儿子西齐 和妹妹少姬的儿子卓子 接下来他便趁着靖献公去打猎 派人给太子申生地话 说是国君曾梦见齐江 让他速去取卧祭祀一番 回来以后把祭祀用的座肉 献给国君使用 齐江是谁 是齐桓公的小女儿 也是靖献公已故的王后 更是太子申生的生母 申生以为君父年纪大了 突然思念自己的母亲 也是在情理之中 于是不顾老师杜元款的反对 坚决要到取卧祭祀 并将肉带回宫中献给君父 见君父去打猎了 就把肉放在宫中两天 黎姬刚好利用这个空档 把肉偷来然后下毒 等到国君打猎回来以后 他就故意把肉扔给国君的猎犬吃 国君的狗在廊下偷吃了一块肉 一下就被堵死了 黎姬趁机火上浇油 说是太子等不及了 向堵死君父谋反上位 靖献公敏感的神经再次被挑动 当年就是为了巩固君位 他才一口气杀掉宗族所有的兄弟 如今太子身上不仅颇有贤名 而且又是霸主秦桓公的外孙 铁血强林秦木公的大舅子 朝中又有李克这样的统帅 作为他的铁杆心腹 对自己的威胁实在是太大了 于是杀心大气的他 当即派人捉拿太子 太子的老师杜元款 劝见太子逃出禁国 以图将来东山再起 而他自己则用生命拖住杀手 给太子创造逃生的机会 可是太子身上却心灰意冷 逃跑就是畏罪 就是承认我要杀父的企图 于衷的他总觉得 天底下哪有人肯收留 一个敢谋害父亲的太子 尽管他知道 这是黎姬在陷害他 他依然选择八剑自围 以正清白 除掉太子这个最大的绊脚石之后 黎姬又开始了他的最后一步 那就是一不做二不休 除掉接下来威胁最大的 崇尔和伊吴两位公子了 这个蛇蝎美人假传军命 说是晋献公想念崇尔和伊吴两个儿子了 让二人到都城来 而他则在暗中埋下伏兵 一旦两位公子敢踏入都城半步 立马就会伸手易出 与此同时 他又安排人挑唆国君 说是两位公子都参与了太子的谋反 这一次必定不敢进入都城 晋献公勃然大怒 这下惨了 不来就会被坐实谋反 来了不等见到国君 就会人头落地 识破了黎姬阴谋的 公子崇尔和公子伊吴 只能是两害相权 娶其轻 暂时回到自己的封地去了 果然没过多久 君父就各派一支人马 去抓捕他和弟弟伊吴 伊吴知道是黎姬的阴谋 不愿意束手就擒 在封地带着百姓 和君父打了整整一年 最后才拜逃到梁国 崇尔知道不是朝廷的对手 可又不愿意像弟弟身生那样 白白葬送了性命 当晋献公派来的宦官伯迪 闯进他的府邸 逼迫他自杀时 他也不多说 拔腿就跑 伯迪提刀紧追不舍 幸亏身边的谋士 赵崔借嘴推他们 拼此相救 这才逃了出去 崇尔逃离自己的封地以后 不敢再待在晋国 便逃到了姥姥家 也就是他母亲的故国敌国 此时的公子崇尔 已经四十五岁了 太子死了 掌公子崇尔和公子一无 又畏罪前逃 离开晋国 其他的几个公子 也是逃的逃 死的死 截止此时 离击三不走的计划 全部完成 他的儿子西齐 也顺利地成为了太子 而晋献公也越发地觉得 自己的决定太英明了 直到有一天 太子的鬼魂出现 天地招我 离报晋国内情 晋献公又惊又怕 问及太子该如何答复天地 太子隶属君父的不是 晋猴无道 宠奸阳小 听信谗言 奸杀亲子 以失心于国人 并表示将会巨石离报 晋献公大叫着从梦中惊醒 顿时悲绝凄凉 回想起自己的所作所为 老泪纵横 懊恼不已 察觉到苗头不对的离击 开始害怕了 他先是派人除掉了 同盟梁武和东关毕武 又亲自把暗杀之人 给推入河中淹死 以达到杀人灭口的目的 这还不算 得知长公主薄姬 要去父亲那边揭发自己 她又企图对薄姬下毒手 而这一切都被晋献公 看在眼里悔不当初 可是大错已经铸成 后悔也来不及了 晋献公临终之前 指得嘱咐大夫巡西主政 保护年幼的西齐 并辅佐他成为晋国国君 晋献公死后 巡西遵旨立西齐为君 离姬为太后 但是在丧礼过程中 太子深生的死党 禁国的三军统帅李克 公然在朝堂之上杀死西齐 巡西又改立西齐的弟弟 离姬的外甥卓子为国君 可是不久以后 李克又杀害了卓子 而那个妖姬离姬 也被李克活活鞭死 从此晋国进入了 长达十年的混乱状态 不过也正是这个混乱 给原本没有机会 继承军位的公子崇尔 创造了主宰晋国 称霸诸侯的机会 那么崇尔继位的这个过程 又充满什么坎坷呢 各位看官老爷们 拜托帮忙点赞转发 我是刀刀 咱们下回再说